星期二将会为您带来重要市场推动者的新闻 所以通过经济日历来了解更多吧 首先在日程安排的最开始 早晨8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 备受关注的9月英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8月份年通胀保持不变 随着食品价格的上涨 扭转了燃料成本的下降 被受关注的9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将会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中午12点30分发布 8月消费者物价涨幅超过预期 而大部分的收益来自于较高的租金和医疗费用 8月加拿大制造业销售将会在同一时间发布 7月份的数据低于预期 受到机械和航空航天产品销售下降的推低 接下来直到晚间11点30分 将发布的是8月 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领先指数 7月份该指数没有变化 在6月份上涨0.1%后 中国第三季度GDP将会在凌晨2点钟发布 过去两个季度年增长率为6.7% 为7年来的最低水平 9月中国工业生产也将会在本时段发布 8月的数据意外上升 为6个月以来所发布的最强劲增长 日本8月所有产业指数将会在凌晨4.30分发布 在6月份上涨1%之后 7月份该指数持续增长 我是希罗斯塔斯金娜 以上就是10月18日星期二的经济日历 下期节目将会为您带来星期三的相关概述 再见 再见 Goodbye 我们下期再见